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你好 李廷你好 朋友们好 确实今天那个市场上证指数像李廷所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走的是一个盘局 但创业板指数就像我们昨天在明日抢先报当中 跟大家所画的一样 走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下降三法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也有朋友说走出了 昨天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走势 走出了一个下降三法的一个走势 那后势 老袁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看到的 还会不会走出 那我想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 其实确实一方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但回过头来说 如果以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下跌 那么其实也不设为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回过头来说 下降三法走出来以后 后市会不会有一个脾气态来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那今年以来呢 无论是上证指数也好 创业板指数也好 多次的一个市场证明了一点 当市场出现一个 好像已经跌势已成 这个时候呢 往往转折就会出现 反过头来 往往我们看到 好像多头已经掌控了局面 可以一往无前往上突破 358点可以踩在脚下 3587点马上再望 这个时候 或往往又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开始 所谓匹级会太来 乐级要升杯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 这根K线形成的一个背后是什么 那我想我们也应该要穿透式的来看一看 创业板近期为什么下跌 其实创业板的一个下跌呢 基本上就是从11月份的一个开局的时候 就开始形成了 那主要呢 下跌还是在高科技板块当中 比如说芯片板块 比如说这个像苹果三星产业链 那么这些呢 都是比较早形成下跌 而且下跌的一个速度也比较快 那么这些下跌呢 一方面是跟三级报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像苹果三星产业链当中 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个股 有些投资者发现 三级报它的一个存货增加了不少 那么像这种电子产品 电子消费品的一个存货增加 确实是应该要瞪大眼睛来盯着这件事情 它不像白酒 白酒呢 在所有的商品当中 它是最特别的一个 越沉越香越值钱 对不对 其他的好像都没有 这看起来呢 有点像金融属性了 但像这种消费品 电子消费品 迭代很快的 所以你这个存货啊 一旦砸在手里 那对不起啊 以后就是电子垃圾一样的东西了 卖不掉的 就马上一个新的一代出来 你前面的存货 那就卖不掉了 三千不至两千的啊 就可能要打折来销售了 所以这个呢 确实会引起市场的一个关注 那加上呢 今年苹果的一个销售策略呢 发生了一个变化啊 像耳机啊 什么电源线啊 不再捆绑销售啊 那这个耳机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积压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些原来是中小板前时的 现在一跌 跌出了前时啊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 那但是今天一跌以后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 看一看苹果三星概念啊 苹果三星概念呢 是从这里啊 一下子快速下跌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啊 这根开线是什么 极长下影线的一颗垂头线 这颗垂头线呢 近乎于一个梯子线 那么这跟上方出现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在上方出现 包括此后出现的一个 极长上影线的一个垂 到垂头线 都是预示着一个见底 而在下方出现 往往有见底的一个信号在这里面 这是在下跌一段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尤其其中 我们刚才说的苹果三星当中重要个股 是从高位啊 五十块左右 一跌跌了四五六块啊 跌掉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跌完了 你还能让它怎么样是吧 存货你把它全部折旧掉啊 你把它提掉啊 那恐怕也不过就是跌这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芯片概念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啊 芯片概念呢 也是在高位出现一个运出现以后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 那么今天呢 它反映的还更为猛烈一些 探底回升 收了根阳线 当然这是一个下跌的一个尾声的一个信号 并不代表明天就一定止跌 那同样的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下降三法 跌幅已经比较大了啊 待会呢 我们在明日抢先报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再来跟大家剖析一下 它如果从两度跌幅 可能会跌到哪里 那么再来看看今天资金的一个情况啊 那从今天资金的一个情况来看 北向资金 整体是流露的啊 但这个流露呢 是微乎其微 但微乎其微总比上午一路流出 要好得多 那实际上呢 是从11点左右开始啊 这个北向资金呢 就有一个明显的要回流 尤其是户股通这里啊 从富直接就跳到正值 然后就一直在这个流露的一个上方啊 那么这是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再看看涨跌的一个情况啊 最近这几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远洋运输港口运输啊 自由贸易港运输业 表现都不错 那么尤其是今天 远洋运输这个板块啊 整体涨幅高达7.28% 但同样的 我想板块个股 有的时候也适用于 刚才我们说的两个成语啊 乐极生悲啊 这个脾机会太难啊 同样的 那么涨了7%多 整个板块啊 涨了那么多 那明天你就不要指望啊 那么还有呢 我们看看跌幅靠前的 有辅植升值啊 这个辅助升值 HIT啊 生物安全啊 呼吸机 水产养殖 跌幅呢 是从3%到5%左右啊 那么这是两次这个板块跌幅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看科创板前世代权重的一个表现 那今天科创板前世代呢 是7比3的一个关系啊 7加下跌 只有3加上涨 上涨的3加呢 涨幅都不是很大啊 当然其中呢 有南企科技 中微公司啊 是处于上涨的一个状态 再来看看创业板啊 创业板呢 同样今天涨的也不多啊 也只不过是3加 其余的都是下跌 下跌当中 自飞生物 今天跌幅是比较大的啊 超过了10% 上涨当中 金融鱼啊 是作为一个次星股啊 那近期的一个表现呢 是非常的一个强劲 蓝丝科技啊 这也算苹果产业链当中的一员 那么今天呢 是有3%左右的一个上涨啊 这是创业板 再看看主板市场的一个情况啊 那主板市场呢 又是一头一尾啊 我们可以看到 茅台和酱油 今天呢 齐刷刷下跌 其余的啊 有两家是平盘 那么剩下的6家 是属于上涨的一个态势啊 但涨幅都不是很大 但这些板块的一个上涨呢 使得今天的上证50指数啊 出现在上涨的一个情况 再看看中小板前十大权重的一个表现 今天中小板呢 只有两家是上涨的 其中一家是宁波银行啊 这家宁波银行涨幅不小啊 那么在银行股当中啊宁波银行是属于弹性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其余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楼胜兰啊 另外一位是张瑞泽 两位好啊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节奏呢 应该说变化还是比较快 甚至盘中 我们可以看到像苹果三星啊 先是下挫啊 又是拉起啊 那么芯片板块半导体也是如此 节奏明显加快以后 我们的操作 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节奏 短平快啊 我们先来听听两位的看法 楼胜兰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用 首先是不要 不要去跟上这个节奏去操作 而且我觉得是不用这个节奏去操作 因为完全有更好的方法来做 待会我们听听你更好的方法 是什么方法啊 那这个也要听听张瑞泽是怎么来看 我自己 我自己是坚定持有周期这个方向嘛 短平快我是不怎么 不怎么适应自己的 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个操作风格 那看来两位呢 对于短平快是不是要加快 这个操作的一个节奏呢 都是不太认可的啊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也可以说说 你的方法啊 是到底怎么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两位 展开跟我们聊聊 为什么觉得短平快没有必要 先请出楼上栏吧 来有请 好点 我觉得首先是没有必要 然后呢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说确实是市场在波动 那么我讲自己的观点吧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呢 整个市场的 这个今天的震荡是很正常的 然后呢 因为整个大盘都是在一个相提震荡当中 那我觉得要声明一点呢 就是说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我一直还是比较谨慎的 看空的 但是我今天要说一个观点呢 就是我倒是觉得 我已经开始翻多了 开始翻多了 对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震荡已经进入了一个尾声 而我以跨年度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看 我觉得跨年度的行情正在展开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想今天带一张表 就是呢 这一个四十天均线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就简单的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四十天均线 就是四十天均线 大概有一个时间点呢 是在9月头上 9月4号和9月8号 对 这点停一下 对 就是9月4号 9月8号 然后整个均线开始往下走 对 第一个情况 你指的是这里的话 9月4号左右吧 对 这一天是9月7号 那就是这一个方向 然后从这一天开始起以后 整个K线都在往下走 都在往下走 经过了一个两个月的时间的震荡以后 大概是在11月4号这一天 所有的K线第一次走上了四十天均线 而且四十天均线 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 好像有点翘头了 对 已经翘头了 那么四十天均线呢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 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均线 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后置后绝容来说呢 确实相当好用 因为为什么 就是一旦它在K线 任何的一组K线 三天五天K线 在均线以下 均线往下走的话 那么就保持一种空头的 空头的这样一种思维方法 但是呢 当它有转世的时候 就可以 作为积极的开展起来 那么这个 你这个转世的标准不是一天 而是像你刚才说的一组 对 三根或者五根 对吧 对 好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 纯粹是看图说话而得来的情况 那么 那么市场上是不是有一个原因 可以对它进行补充呢 我觉得是有的 那么就是说 你看我们从9月份开始 这一个调整 几乎所有的板块 都已经经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 先涨的先调 后涨的后调 特别前一段时间 前一段时间 白酒板块和新能源汽车板块 有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就标志着 整个市场的 市场的调查换股 已经做一个 大概做一个结束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其实今年所有的板块 所有的个股都有一个盈利性 那么所有的盈利性 都有一个充分换手的一个过程 盈利的要兑现 然后好的要重新在低位补回 那么这是一个 这就是调整的一个原因 那么既然调整换股 已经到了尾声 或者已经结束的话 那么我觉得整个调整 大盘的调整 也是做一个结束了 那么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整个大盘呢 现在是到了年底 年底一般我们有些资金压力 资金的担忧 政策的担忧 盈利对兑现的担忧 民众青山担忧 这些都有 但是年底的行情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的 年底的行情 会比较单纯的反映市场的需求 为什么 因为没有资金了 然后整个成交量小了 整个打脑性的因素 会相对会少 那么它反映出来的 可能就是市场本身的一个需求 或者是市场本身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看 最近这一段三五天的组合的话 一旦有科技的消息 市场就会 马上就会有一个起来 然后进行接受一个回调 特别是这两天 科技起来以后 这两天科技起来以后 进了一个回调 马上就大盘上 大盘就做了一个明显的补充 那么这天呢 我想来就第三个问题 就是二八之间怎么去认识 那我对二八的认识呢 是这样的 就目前的情况下来看 科技还是一个领头 但是大盘股和周期股 确实是一个稳定指数的左右 那我的个人意见呢 就是 我的个人意见就是 这是个性棋值的 个性棋值的一个表现 那么一方面 只要大盘好 大盘股能够稳定银行 保险 周期煤炭资源 这个保险 那么整个指数就能够稳定住 那么对于指数性的恐慌 就能够消除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指数要有一个突破 一个方向性的突破 四十天均线起来 往上进行一个突破性的话 那还是要科技为 科技为一个龙头 那么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从大方向来讲 我们看四十五规划里面 科技已经谈了很多了 那么从很贴近生活的来讲 就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产业 是一个全产业链 这是一直在讲的 但是它的短板在哪呢 就是说一个科技能力的问题 所以科技能力上去 是提高整个生产率的 一个必然的东西 那么我们看看5G也好 芯片也好 工业软件也好 工业制造也好 其实这一些任何一个点的突破 都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生产能力提高上去 那么就回到很简单 回到现在的排名 或者跨年度 现在和明年来看的话 我们整个外围的情况如果好 有个稳定 疫情有个基本的了断 那么明年肯定要生产起来 对于我们来讲 科技突破 工业科技突破 生产突破 这肯定是一个点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很简单的两点 第一 整个调整 从技术上来看 已经到了一个尾声 第二 时间也正好进入了 跨年度的一个行情的 一个时间点的开始 当然跨年度可能是有三段 第一从现在到年底 第二个你12月底可能到春节 明年春节大概两月份 两月份以后三月份 那么当然一步步走了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就是说现在我们到年底 或者把它想到元旦前后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时间点已经到了 第二 我们现在居然 整个市场在 只要有科技刺激的话 能够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很有希望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 整个居然调整到底了 然后整个市场 会有一个跨年度行情的话 那么现在可以完全积极的 去进行参与和操作 好 那应该说 楼森兰短短六七分钟的一个时间 信息量很大 这信息量大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一点 它翻多了 从今年下半年 七月份以后 曾经一段时间看空 因为你可以看 这个刚才带来的 四次天线的一个指数 它已经告诉你 看多看空 我就用这根线 怎么看 都告诉你 看空那一段时间 现在翻多了 翻多以后还告诉你一点 跨年度行情 一二三三段 时间还蛮长的 你有没有兴趣 待会再听听 它的一个操作事 我想先把这个 先按一按 我们再来听听 张瑞泽的一个看法 张瑞泽刚才也是不太同意 要操作频率加快的 那你的观点 主要的论据有哪些 跟我们来摆一摆 来 我跟刚才楼老师 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我认为 护生三百 接下来 可能是震荡向上 如果有跨年行情的话 也是震荡向上 然后创业版的话 可能是震荡向下 应该科技成长之类 应该不会有什么 跨年度行情 大概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来聊聊 为什么这样说 就是现在 我们把两个分开来 就是以蓝筹 就是我一直聊到 金融地产跟周期 和那个科技成长类的 来业绩上面来比较一下 就现在来看 创业版的估值在62倍 TTM估值在62倍 62倍的话 他们的业绩 今年大概是在60多 这个可以理解 那么到明年 大概就20几了 就是大家的预期 看得出来 就是技术高了 明年20几的话 就是这个业绩增速 再往下走 我们可以感觉到 所以说 而且每一年 往年报靠的时候 就是接下来 就是可能有些公司 在一月份 要披露预告 对吧 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 越往年报靠的时候 其实它业绩被证伪的 概率是越大的 因为之前涨了太多了 所以说 他们目前的状态 就是一个 涨得比较大 但是业绩预期 是往下走的 反过来看 忽生300里面 特别像金融 周期地产这类 三级报很多 其实都是不及预期的 但是三级报 往往是间谍往上涨的 因为他们的业绩的 反转预期在这里 金融地产是属于那种 低增速 低估值的这种情况 他们的增速 在这个地方 开始有反转的预期了 那又导致 估值也不高 然后预期也是 有可能超过预期 但是最少不会 低预期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 从这两个比较来看的话 就是明显 金融周期地产这类 他们的收益的风险 跟收益的比是更好的 就这个逻辑 我是说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不是说就是今天刚说的 这好几个月以来 我们去看到一个方法 就是七月份之后吧 现在上证指数 跟创业版指数 其实他们走势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一个箱体里面 做震荡 也不会去向上突破 也没有看到向下突破 但是如果你买的品种 不一样的话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是持有的 金融周期地产这类的话 就持有不动 或者说你去持有的 科技成长的话 同样持有这两个品种 持有科技成长类的 我相信 就是大概率是 亏损的比较多 它是个亏和赚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持有的 金融周期地产类的 它就是个赚多 跟赚少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 虽然都是震荡的 两个指数 这角度来看 其实持有不同品种 它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其中重要原因 就是一个收益风险比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 收益风险比 其实你看得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说跨年度行情 它不太可能出现在成长上面呢 这里带了张图过来 这张图是 信用拐点 提前业绩拐点 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这个信用拐点 其实就是涉融 就涉融的高点 和涉融的低点 往往都要提前于企业 就是非金融企业的 这个业绩高点和低点 提前几个月的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我都把它圈出来了 那么这一次 到什么时候呢 这一次的信用拐点 可能是在明年的 一月份二月份 可能是周期的高点 可能会到 那么对应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张图 就是每一次 就是这个拐点 之前的一两个月的时候 市场的估值 都会发生一个 比较大的变化 前五次都标出来了 是07年 09年 13年 16年 跟19年 前五次都标出来了 那么前五次里面 其实就除了13年之外 大部分在信用收缩 之前一两个月的时候 整个市场的估值 是在往下走的 特别是那些估值 比较高的 什么中正1000 创业版这些 就是估值会跌得比较厉害 就是对股价 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 负向作用的 不是很好的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低估值的 比方说我只有10倍的估值 10倍的适应率 10倍的适应率 你去跌个一点的话 跌到8倍 它只有20% 然后你业绩增长一点的话 它可能就抵消掉了 它可能就不涨不跌 如果是个100倍的话 你往下跌到50倍 都是很正常的 大家知道 这样的话 其实对这个伤害是蛮 股价的伤害是蛮大的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因为 既然是明年1月份 到这个头部的话 那么现在就是11月份 12月份了 这个时间点上面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时间点 所以说现在为止来看 无论从刚才的 这个结果的证实 还是从这张图上面来看 我觉得11月份 12月份 都是不依序 过多的关注科技生长的 但是如果有行情的话 它应该也是在 金融地产 周期这个方向上面 跨移动的话 你刚才强调 如果有行情 那你认为有没有呢 现在我觉得 我是谨慎 谨慎看多的 对互生300这块 谨慎看多的 好 这有一点 两位是一样的 无论是谨慎看多 还是看多有跨年度行情 都是一个方向向上 所不同的 一位是认为是 互生300指数 未来如果是有向上行情的话 应该是他唱主角 轮不上成长股 而另一位呢 认为缺了成长股的一个行情 这算什么行情 应该还是成长股的行情 我想看起来是有 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在这里面 本来呢 是想有时间的话 可以让两位 battle一下 但我想时间有限 另外呢 也可以调和嘛 你这边主板 互生300 你给台打好 那边来唱戏 一起来不是更好吗 当然这个也是 能者见仁 智者见智 到时候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 还得一步一步来看 那么两位呢 把相应的这个观点呢 跟我们做了一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听听场外嘉宾 对于像今天市场 两极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奏也比较快 到底如何来看 我们先请出徐世荣 来有请徐世荣 近日大盘盘中宽幅的震荡 尾盘再次拉出长下影 3300点下方的缺口 始终没被补掉 34均线即将上传60均线 11月下旬 有望再次拉起 冲击3450点上方 上月板已经跌破了 长期的上升趋势线 明显遭到了部分资金的抛压 走势跟主板产生了 明显的敲敲板的现象 近五个交易率 北向近买入最多的板块 都集中在肥重方向 这将极大程度的限制了 指数的下行空间 继续看好大盘 所后续的上涨趋势 好 谢谢徐世荣 看来徐世荣的一个观点 也是看好大盘全动股的 跟张瑞德这个观点 有点不谋而合 接下来我们再请出两位 来聊聊操作策略之前 先送出一个福利 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套 2020年主线布局手册 下载九方字头APP 即可领取 手册共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 投资版图和大消费 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聚焦了四大热门主线 关注细分领域龙头 跟踪各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 投资硬货了 需要的朋友们 可以抓紧时间 下载APP来领取 好了 回到场内 我们要请两位来 跟我们聊聊操作策略了 张内哲呢 我知道 这个近四个月 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一直在跟我们聊 这个像房地产 大金融 化工 还有铜 这些板块 前面很郁闷 但我想最近这几个 这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应该很神清气爽吧 我们来听听张内哲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来分享一下 来 有请 好 我先说一下 自己的这个情况 就是还是一个满仓 做多金融地产周期 就是看这个方向不动的 只要数据不被证委 我觉得我还是 一直会坚定持有的 然后我还是要聊一下 金融地产这个板块的 目前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情况 就是首先它的 就是说它那个目前的属性 金融地产它是属于一个 叫做后周期的 就是它的同样是周期国 它可能比化工 比那个铜这种 它会稍微晚一些 就是周期上涨的偏晚一些 我带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张图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银行指数 我说的金融主要就是要撇开 那个就是券商的 主要是银行保险跟地产 就是银行指数就是很明显的 看它每一次的上涨的时候 它都会有就是 每年的12月份和来年的1月份 这段时间是涨的比较多的 而且往往都是等 之前那段就是 其他的周期涨完之后 会不会再涨呢 一个是16年的12月份开始涨 一个是17年的12月份有一段 一个是18年的12月份 到19年的1月份这里有一段 那么现在又是到了年底了 而且又是在 就之前什么化工啊 这些周期类的啊 涨过之后 现在又到了一个年底的同样的时间段 我认为这一轮啊 它们也是有一个 就是晚周期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它们上涨的概率是蛮大的 这是一个银行 然后我们再看地产 地产也是跟银行差不太多 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一个情况 就是它是17年的1月份 有一段上涨的 然后17年的12月份 到18年的1月份这里有一段上涨的 然后18年的12月份 到19年的1月份 有一段上涨的 就是银行跟地产 它的涨的这个时间点上面 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就涨幅度的这个波动上面可能不一样 但是时间的时间上面差不太多 那这里重点要说一下 就是一定要去看清楚行业的龙头 就是不是整个行业涨 整个行业其实我觉得机会可能不是那么大 关键是行业的龙头 这代表图 就是这个行业里面就是 下面是行业平均 主要是地产吧 行业平均 上面是龙头A龙头B龙头C 从16年15年以来吧 到现在为止 它们的涨幅就很明显的 行业的龙头要 就是远远大于行业的平均 开口越来越大 平均涨幅 而且这个我觉得 这个趋势只会更强化 它不会就是说再收回去 以后越来越发现 龙头的估值会越来越高 龙头的这个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说只要是行业龙头的话 这轮我是很看到的 如果是行业平均的话 可能就是刚才一样 就是一个平均涨幅 而且我觉得这一轮的涨幅 可能不会像18年那么强 但是它龙头的涨幅可能不会弱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最后还是要聊一下 就是这个业绩拐点的问题 就是之前 还是回应那个科技成长股 这个事情 就是科技成长股在这个地方 它的业绩拐点 它是往下拐的 金融地产 周期现在业绩拐点是往上拐的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看到 三季度 三季度这个地方 业绩是不好的 为什么业绩不好的时候能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周期买点都是在买业绩最差的时候 这个点其实大家都默认 这是个最差的点 以后季度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的 好 张瑞成看来 还是坚持他的金融地产 以及周期类的一些品种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楼胜兰 听听楼胜兰 在下面的一个布局当中 高科技板块 如何去关注 如何去挖掘 来 有请 好的 那也回应一下 小张的观点 我下一句话 就是说年底有大盘股 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作用 那么我如果以现在到跨年的行情的话 这是一个引领的作用 那么还是要回到科技 那么我讲讲科技的逻辑 其实很简单 就科技现在科技创新 是一个避难的趋势 避难的趋势 然后数据会成为一种生产力 那么这是一个完全新颖的 一个概念的落实 然后工业数字化 工业数字化 生产数字化 工业软件 工业雇员互联 资能制造 这些东西 都能够落实到 目前都能落实到 我们具体的生产的实体当中 我讲过 其实我们现在要提高 生产能力的问题 而生产能力的问题 就这些都要落实 那么就是说 今年上半年 我们走的一个5G 芯片 苹果消费 电子消费之外 之所以有回调 也很简单 第一 它毕竟长得多了 第二 这些都是基础 它有一个运用的过程 而我认为这一次的话 可能就这些 这些题材都会落实到运用上去 那么所以我回过头 回到我的观点上来讲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以工业生产 工业智能生产 为核心的一个主题 是一个广泛的主题 包括工业互联 工业软件 工业机器人等等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关注过一个数字软生 其实它就是一个无人工厂 黑灯工厂的一个概念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到操作上来讲 就更简单 第一 现在可以逐步 因为是第一阶段 我们可以逐步提高仓位 从一层可以提高到三层 然后所有的调整 特别是创业版的 特别是科技股的调整 应该都是个机会 其实现在难的倒是对于某一个上市公司 某一个主题的确认 确认它的龙头 这个才是难的 怎么确认 怎么选择呢 那么这个是三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 任何找这个东西 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科技生产力 要有核心 核心生产力 第二它要有一个产能化的过程 不能光是一个实验室里有这个东西 那么第三它必须是个龙头 或者引领这一块生产的落实的一个龙头 那么围绕这三个标准 在工业智能制造工业互联里边去找一下 我觉得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股票池 做一个逐步驾仓的过程 应该可以接近做多了 好 这个楼晨兰也把自己看准了一个方向 实际上就是数字化 智能化 工业互联这一块 如何去寻找这里面的一些龙头 说了三个标准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要请出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张晓峰 听听张晓峰对于今天盘面 似乎节奏在加快 他是如何来看待的 来有请 目前市场节奏加快 我认为在操作上应该以短平块为主 而且整体市场处于震荡之中 上证指数3100到3500之间 但是创业板指数震荡向下 至于回踩2500点一线 创业板板块整体趋势有些抖落 周期性行业走势偏强 觉得宏观经济复苏表现积极 后市我认为煤炭 有色港口等周期性板块 有的超一期表现的机会 好 谢谢张晓峰 觉得操作还是要短平块为主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来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原 实际上今天上下午的市场的一个节奏 还是有所不同 上午跌跌不休 下午似乎有见底回升的一个迹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知道姚中原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 不要忘了在收看的一个同时 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原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行情是进二退一 来回震荡 那这种行情下 你一定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地去精选一些行业的板块和公司 尤其是在这两天震荡当中有明显机构资金洗盘的这些品种 你要格外留意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近期市场震荡当中 我一直多次跟您强调 一定要去关注好一些品种 是机构资金建仓完成之后 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来回洗盘的 那除了前两天的一些案例之外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也给大家过一个彩蛋 这个彩蛋就是前期机构资金 在连续个股当中大面积下跌之后 进入到一个横盘的震荡周期当中 但是在低位 见到这样一个震荡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机构资金是一路连续买入 并且在这样一个位置当中 有过一个右侧的信号 那我们当时就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讲过 像这种彩蛋就是在低位启动之后 未来是有一个转折信号 并且向上的预期在的 那这些品种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天虽然市场在震荡 也有过一个回调的过程 但是这个回调 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它的洗盘节奏和前两天一样 就是在放量之后 能够有连续的缩量调整 并且在缩量调整之下 机构资金并没有出现 连续的快速出逃 这也就是说明 这些品种打上去之后 并不是游资所为 那很明显在这两天 主板市场依然保持 震荡的环境当中 这些品种已经从昨天开始 连续拉了两个板 很明显是再创了一个新高 并且是进一步 往上进攻的这种态势 非常明显 这也是完全符合 前期跟大家所讲的 机构资金完成了建仓之后 它的一个中期向上的趋势 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个洗盘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这两天 操作过程当中 尤其是个股当中 一定要去关注好 哪些品种 是建仓差不多完成的同时 并且在阶段性震荡当中 伴随市场洗盘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 整体的梳理了一下 哪些市场当中 有一些机构资金 明显建仓完成之后 并且在这当中进一步梳理出来 能够在低位建仓的品种 这些品种 今天你也可以通过 咱们屏幕下方 二维码 来免费的获得和领取 这个当中 你可以去寻找一下 在市场震荡环境当中 到底还有哪一些品种 正在机构资金低位 再逐渐的洗盘和震仓 那除了这些技巧之外 还有一些板块 你也一定要去格外的留意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我们知道 昨天市场当中是煤飞色五 周期板块是零涨两势 那今天虽然市场当中 整体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如意 但是很明显 这些尤其是像煤炭板块 保持在一个突破之后的 高位震荡 强势震荡的周期 那煤炭板块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去 特地的强调过 它前期是从2019年的 6月份开始的整体的压力线 在昨天是被有效的击穿突破了 并且机构资金是明显 带领介入之后的突破 那今天虽然整体市场 在相对疲软的过程当中 煤炭板块是量能小幅 缩小的这样一个强势震荡 那只要是不再回到 前期的平台之内的话 那这根颈线位依旧是保持在 这样一个震荡突破的上行过程 只是这个过程当中 突破之后 您不要担心 在缩量的环境当中 可以去寻找一个低息的机会 那除了这样一些 煤炭的突破品种之外 要连续关注周期型的行业之外 还有一个正在突破之后 再次逐渐走强的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汽车板块 可以说前两天跟大家去聊过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震荡之后 汽车板块整体有个小幅度的调整 那这个当中 我们要去关注到的是 汽车零部件板块 在汽车零部件板块 前期突破的时候 当时我也跟你讲过 随后一根阳线拉起 那近期有过缩量的调整 整体板块缩量调整之后 这两天又再次开始出现了放量 这也是在前期平台突破之后 缩量完成再次起量 机构资金再次介入的 这样一个转折过程当中 所以这些突破的强势板块当中 你也可以去寻找一些 下面的一些核心机会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确实板块的一个节奏 开始加快 是不是要采取短平块的一个措施 那我想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观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抖音和快手上的一个投资者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互动 觉得目前情况下 应该要采取这个短平块操作的 打一来告诉我 认为不需要的 打三来告诉我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以后 马上来揭晓单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内部消息 利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买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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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 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 通过5日 13日 21日 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 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 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 五 十 二十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墙 加值一算 今日要抛 一开股业 今日一开盘 莫要动啊 男人生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致我了 致我了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目前的市场如何把握交易性的机会 我们来分享一条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高位的消费股回调之后 资金还是转向了科技和周期股 当然目前持续性都不太强 需要等待市场打出明显的赚钱效应 机构资金目前还是偏好次新板块个股 而油资呢 趋向于低价股 北向资金呢 更偏好低位的周期股和超跌的科技股 资金属性决定了交易品种 跟着适合自己风格的资金去操作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来分享一下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好 欢迎回来 关于节奏切换再加快操作 是不是需要短拼快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们 这个讨论一个结果是 认为需要短拼快的 是有72%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七成还多 认为不需要的 那就剩下28%了 但是在我们抖音和快手上的投资者 还是选择三多一些 再一次跟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 朋友们的操作风格是完全不一样 另外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楼胜兰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留言 第一位观众说上征今天涨的是银行和地产 先手很重要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的短一些 他说市场情绪进入了退潮期 短期远离中高位股 回避极端情绪下强势股 仅尖顶的一个风险 别轻易抄底主板的中高位品种 接下来操作以防守为主 小仓位参与博弈 这是两位观众给我们的一个 他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们稍时休息以后再回来 看看技术上今天互生两世走势是不同的 到底如何来看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冠商原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是一款辨别买卖 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三千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案例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灌生源蜂蜜 严选 优质蜜源 五重精细过滤 六十九项安全检测 封闭式管道化操作 安心好蜜 灌生源蜂蜜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智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糖股论经》节目 展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智头 本节目由灌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灌生源蜂蜜 安心好蜜 健康投资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建西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今天的上证指数 基本上是一个 小幅震荡的一个格局 大概只有二十几个点的 一个上下 二十四个点左右 重心始终没有离开 3333点上下做一个波动 最后是守住了 五天和十天的一个均线 收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垂头阴线 很小的一颗垂头阴线 量能如果保持 明天收盘在3343点之上 那么五日均线将会出现一个 助长的一个拐点 这个拐点就会出现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有利多头进一步的一个上涨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周多 日转多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保持一个 谨慎的一个态度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327到3351 那其实呢 在这个位置呢 看过分小的一个K线 真的没有多大意义 那主要呢 还是要看这个形态 你比如说 现阶段呢 我们说N型还没走出来呢 不急 走到这个顶部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到时候成交量 能不能进一步的一个放大 那此外呢 我想应该说7月份以来 像这样的N型是很多的 比如说这里有过一个 当时呢 稍微过了一下 回抽再确认有第二波 当然第二波呢 跟前面的一个高点呢 几乎到一个平的一个位置 没有过去 其实没有过去 在这里又来了一个N型 没有到前面一个高点 又回落了 下方呢 也是N型 过不去 那重新再来过 又是一个N型 这次稍微有点过 稍微有点过 现在呢 又来一个回抽的一个确认 反复以往 抓住这里面的一个波段 其实炒股很简单啊 再来看一下 创业板的一个日线啊 创业板呢 今天是平开大幅探底的一个走势 击破了多条一个均线啊 把这个下方最下面的 这根60均线 也同样跌破了 五后呢 重新开始慢慢起稳 出现了一个回升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 它尽管是放量的一个大阴线 但这根大阴线呢 还是留下的 比较长的一个下阴线 因此在60均线 这个位置附近 会有继续的一个反复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越多 周转空 日空的一个趋势 要保持观望的啊 那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625到2686点 那回过头来 我们在开场白的时候说 今天是搜出了啊 一个下降三法的一个K线 那这根K线 我们怎么来看啊 这是一组K线啊 我们怎么来看 向下的一个波动 可能到底有多大 那其实呢 我们放到旁边来画啊 旁边来画啊 这个是一根啊 中间的一根 然后呢 连续有三根的一个十字心 那这三根十字心 我们合并同类一下啊 那就会画繁围简 前面一根大阴线没变 中间实际上就是一颗十字心 在这里有了一颗啊 这个下 带下影线的一根啊 这个阴线 那就简单了嘛 上方到中间的一个十字心的位置 十字心就是一个测量的一个K线了呀 这一点大家明白了以后呢 就知道了 向下的空间并不大啊 应该是在这根K线之上啊 就应该有一个理论的一个子地位 那到了理论子地位 如果成交量还那么小 那对不起 那可能也未必能够起稳 到时候如果成交量放大 说明逢低 有人接纳的话啊 那这个市场也就是到底了 那么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稍时休息后再回来 请出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聊聊 接下来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加值一算 今日要抛 一开股业 今日要开盘 不要动啊 你为人生的股仁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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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即将退出四省服务 第一省省时 设计 选财 施工售后 5加1 全程管家式服务 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28 即刻让你体验 细致周到的家装服务 第二省省力 即将线下体验馆 超一万平米战时空间 五大主材 四大软装 上万种装修产品 专业顾问全程陪同 一战时挑选 第三省省钱 软装硬装材料 集团化采购 省区中间环节和差价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或拨打电话 58882228 了解体验馆信息 我们随时恭候你的光临 第四省省心 分色现款工艺 轻松识别管线功能 蓝色三层防水 杜绝工序遗漏 1比1全景方样 确保实物效果精准吻合 请你赶紧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28 来体验极佳的家装服务 极佳清装 轻松装修 一步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 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 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拼牌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市场目前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英国富士是跌了多一点 跌幅有1% 另外三个美股的股指期划 涨跌互现 值得注意的是 美元指数 又是在继续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应该说美元指数的一个下跌 跟人民币的一个汇率 还是修系相关 我们可以看到 人民币的一个汇率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6.54的 进阶段的数字上的一个低点 好的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听听他们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我们先请出战略者来有请 我现在是很坚定的 就是满仓持股不动的 就是看这波蓝筹的 就是金融周期地产的这波跨年度行情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要蛮珍惜 现在这个时候的 19年的时候 他们其实赚的是18年反弹的钱 然后20年就今年的时候 其实赚了一个估值拔身的钱 就是赚了宽松的钱 然后下半年到明年年初的时候 可能会赚到一个业绩的业绩反转的钱 再往后的话 其实这个 当现在的价格来看 其实越后面 其实越困难 我觉得就是在股市当中操作越困难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珍惜当下这个环境 我现在是不犹豫的 还是坚定一个方向 金融周期地产这块 好 还是坚定方向 他也是把赚钱的目的告诉了大家 应该说近期确实金融周期 包括地产涨势不错 坚决的一个自由 接下来要请出楼盛兰 听听楼盛兰 你在未来的一段操作的一个策略 来 有请 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调整 已经基本到位了 还是就前康前康 所以说从操作上来讲 应该还是要 开始要积极翻多 这是一个总原则 那么为什么还是 一直建在科技板块里边 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就是从一个很小的逻辑来讲 就是说现在我们如果把科技 这一块和生产结合起来 是符合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 也整个符合我们资金方面进行有一个需求的 特别是刚才老师讲了 是说了一个汇率 人民币不但升值是有利于我们进口的 而我们进口的是什么 进口的是大众的话是石油 芯片 这两个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和一个资源系的产品 我们出口的是一些纺组类的东西 这其实在人民币不但升值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科技上一个台阶更替的一会儿 因为科技生产就是实际上是要淘汰一个旧产品 旧生产力然后一个新生产力上去的 简单讲一个机床过去一个石头机床 现在要速控机床 速控机床下面现在是个全系机床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说成本上来讲也有很多成本的旧的要淘汰 新的要上去肯定是一个很多的头颅 而这个头颅都是科技的头颅 就是有的人也讲你科技头颅会产生一些很多的负面一些 我那倒当然是 那你接下来操作的时候是 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完了 还是如何来打 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两块 第一我们一定要学 我刚讲最难的时间是选一个品种和选一个个股 然后现在是调整的话 逐步减仓 逐步减仓把仓位提高 当然不是一步打完 因为我讲过整个反弹是一个三波段的手 那么现在只不过第一季 第一季嘛 就慢慢慢慢来 提高到三层四层这样 毕加新选 进博好物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现在就可以在SMG旗下内容电商 毕加商城订购我们为您精挑细选的进博好物了 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福特加酒文化的领军企业 太子柏朗酒业集团的超值套餐 纯正的俄式风味受到爱酒人士的一致好评 在俄罗斯的北极地区有一片寒冷而神奇的台原地带 随着台原上永久冻土层的融化 土壤中的矿物质也从深层冻土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清亮干裂的清泉水就是酿酒的优质好水 极北台原系列酒 香气清丽而又富有个性 清新的果香 富裕的花香 草本的清香 使得它一上市就获得了市场和酒友的欢迎 另一成员是罗斯大班福特加酒 它是太子柏朗集团的另一款代表性的产品 其口感柔和顺滑 原来福特加也能与传统中式餐饮完美融合 肆意绽放于口腔之上 让你瞬间能够感受到古物的芬芳与泉水的清甜 为什么罗斯大班能够如此回味幽远 让人欲罢不能呢 因为福尔加河畔得天独厚的气候和风卧的卧土 能够孕育出特级的黄金小麦 黑麦等优质古物 而太子柏朗正是由这些古物酿制而成 福特加酒文化的领军企业 太子柏朗酒业集团出品的福特加 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独特风味和文化积电 纯正的俄式风味受到爱酒人士的好评 吉北台原和罗斯大班的四瓶装超值套餐 仅需480元的价格 现在就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在B加商城订购吧 让您足不出户 竟想全球好物 各位晚上好 我是英科 这里是公司宇航业 我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是周二 今天的市场的走势 我们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 但是仿佛又跟之前不太一样 有很多细节 我们来慢慢的复复盘 今天两市的股指是一个弱势运行的态势 主板窄幅震荡 创业板指是下跌了2%的幅度 这个幅度比较大 两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8462亿元 北向资金净流入了0.53亿元 板块上面来看就比较热闹了 港口海运股是延续的强势 中原海控南京港广州港等多股涨停 而周期股则是出现了反复